首先是美国五大报的头版 纽约时报方面 民主党希望在美国数周提高最低工资 将有助于其201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 俄罗斯福尔加格勒接连发生爆炸事件 冬奥会安全堪忧 纽约一名华裔男子 遇遭亲戚报复失期丧子美国梦破碎 华人论邮报 最新数据显示超过100万用户 从联邦健保市场购买保险 显示政府在改善联邦健保网站的工作中取得进展 美国陆军将采取雄心勃勃的策略 把自己打造成能够快速进驻太平洋地区的军队 以和美国海军相匹敌 近日美国报 美国13个州将提高最低工资 俄罗斯的福尔加格勒市 24小时之内遭受两起爆炸事件的攻击 造成至少31人死亡 超过100万用户从美国联邦健保市场购买保险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俄罗斯发生第二起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15人丧生 政府宣布这是24小时内的第二起恐怖袭击事件 逃离内战旅居国外的叙利亚孩子们快速成长 沙特阿拉伯将对黎巴嫩援助30亿美元的军事经费 助其对抗珍珠党民兵组织 最后是洛杉矶时报 俄罗斯福尔加格勒市连续两天发生两起致命爆炸事件 人们担心冬奥会举办城市索气的安全状况 奥巴马健保法案这个星期开始生效 其成效如何有待观察 埃及当局逮捕半岛电视台记者 指责他报道对埃及国家安全造成危害